说相上首先要是一个心理学家 我们还要研究心理吗 非常重要 一个好说相上的脑子得灵 我们要研究 研究心理 我给你举个例子 又是举 有一种食品叫大肠 这也知道 在动物的身上 不管是猪的羊的都有 这个大肠它之前是装大了 对 这一说就明白 就挺脏 把它都洗干净了 切好了 做熟了 端到桌子上来 卖的还挺贵 是 你很爱吃 好吃啊 但是你要找一个新碗 也装一下子那 把它再倒了 又刷又烫 玩了命的消毒 让你再拿这碗吃饭 你也不会用 诶 这有道理 这个 是吗 对 端一盆水来 这水搁在这 我拿它洗脚 洗完 于老师洗个脸吧 凭什么呀 你准不干 对 但是你到了游泳池 你还扎猛子 这是为什么呢 就嫌一个人的差了点 没听说 我配得集体的是吗 所以说 说相儿的 你老得琢磨这些个东西 这个有意思 我跟后台孩子们说 多动脑子 好好研究 研究好了 你就是相声一哥 好 研究不好 你就是相声一哥们 一哥们了 那就差着了 差多了 一路玩意儿 款待一路主顾 一路宴席 款待一路宾棚 大饼卷一切 万物皆可天妇罗 这您编的词 你细琢磨去吧 特别简单 当然了 说相上 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站在台上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什么是人力可为 什么是人力不可为 怎么还有人力可为 不可为呀 比如说您去 参加一个相儿大赛 哦 比赛 对啊 人家后台几个评委 攥着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这个 这给他 那给他 这个就属于是人力可为 他们就给分了 给谁不给谁 无所谓 就他们几个上了好了 都一样吗 哎呀 包括评级 评级 演员评级 也是如此 都一样 你拿您来说吧 哦 您是一个电影演员 哦 我现在就是一个电影演员 对 余老师 现在是电影演员 好好好 最近 你们电影场准备拍一个 爱情题材的电影 我得参加 那是 您是男一号 哦 有我 太好了 女一号是苍景空 哦 哦 那有他带着我 应该错不了 这个电影如果卖得好了 您这调级是没问题的了 那我一定得好好演 电影一开始 您扮演的是一个大学生 我还很年轻 您在学校里学的是按摩专业 专业倒是对口 是是是是是 是 一到学校来 校长特别喜欢您 喜欢我怎么样呢 有一个举报 我现在 哎呦 哎呦 门口都看住了他 翻问身上有纸条没有 我是八宝山举的 给人讨论啊 不可能搅和他 你看 说半截 那边又有一个 行啊 咱们从说啊 我六十 你六十四 你有一个 从哪说呀 他们给我搅和忘了啊 您是 您是电影里边的大学生 年轻的学生 年轻的大学生 好 您一入学呢 校长非常喜欢你 校长喜欢我能怎么样 于是 认你当一个干儿子 我认他当干爹了 你认了一个义父 副校长也喜欢你 那 你又认了一个义父 他就俩义父了 主任也喜欢你 然后呢 你认了个义父 传达使王大爷 喜欢你 你又认了一个义父 我认这么些义父干嘛呀 学校给你送了块匾 写的是 富可敌国 全是我爸爸喝着 哎呀 于是 开始了上学 马上又开始了实习 我还有实习 送你到夜店去实习 那块倒可以 你到夜店里边 就天天站着玩 那个电磁炉啊 电磁炉啊 那叫什么 在烫着我 那个 我去打蝶去 对 你在夜店里边打蝶 对 打蝶 我倒不骂娘是吗 什么 怎么说 打蝶 打蝶 对 于是你就遇见了仓景空 你看 这叫缘分 男有情女有义 是 互相看上了 好啊 一个 一个 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传来 怎么了 夜店把你开除了 呦 这为什么 因为你违背了人家的工作纪律 我怎么了 夜店只允许无上装工作 我呢 你连裤子都脱了 哎 好嘛 我 我光着打蝶啊 我 把你开除了 那是得开除 你怒气冲冲 一丝不挂 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我没穿上就跑了 你就去 请花池了 哎 这到时候上下都接着 嗯 但是你很后悔 后悔什么呢 没有跟仓景空 留联系方式 呦 迟连了 好难受 哦 不久 你又找了一个新的工作 我在哪啊 你在一个出版社上班 哦 它是一个跨国企业的分公司 叫什么呀 总部就是花花公子 呦 那我这分公司呢 花花孙子 哎 我怎么降班了 哎呀 你这不重要吗 嗯 在这上班最大的好处 是 你又遇见仓景空了 哦 他又来了 又脸上开心 你决定求婚 我当然应该 你买了一个大算计 好 但是如果就这样给 嗯 留意俗套 不浪漫 于是你想了一个计策 我要干嘛 你买了二十斤大饼 我买这么些饼的嘛 发面的 啊 这么厚 锅鬼 哎 哦 哎 其中一个饼 把这钻剑拧进去 哦 插在C饼里 嗯 啊 拿着麻袋 背着二十斤饼 哦 拉着仓景空 去春游 我们要出去玩去 天清水壁 鸟语花像 小溪潺潺 嗯 站在山坡上 一抖笼口袋 漫山叠野 都是饼 我 我把饼都撒出去了 你拿手一指 嗯 那个 哦 蒼景空就跑过去了 啊 啊 抓去饼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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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个 嗯 他又去了 哦 简短接说 二十张饼 吃到最后一个 嗯 最后一口 怎么样 钻戒 蒼景空 蒼景空太背了 我跟您说 吃二十多张饼 才吃出这戒指 俞老师 接过戒指来 准备求婚 嗯 双膝跪地 哦 我没听说过 啊 我认干妈来了 我 单膝跪地 单膝跪地 啊 把这戒指 递过去 是 举报的回来了 啊 哎 你说不说了 你 递过去 是蒼景空 接过这戒指来 很感动 那肯定 戴在手上 哦 答应了一个求婚 太好了 电影结束 完了 完了 您这剧本 蒼景空 能接吗 啊 那么些粮食了 应该可以 好家 他奔石不来的 电影上映了 哦 一下就轰动了 还火了 哎呀 大伙都很高兴 哦 但是你们 电影场 常常很为难 怎么为难 三级演员 已经下来了 哦 有名额了 在手里 但是只有一个 呦 这一个给谁 哦 是给于谦 还是给蒼景空 你看 这叫人力可为 这他说什么是什么 给谁都行啊 对对对 他跟艺术 没有什么关系 哦 不在这块 他不像别的 你看体育啊 或者武术类的 还稍微好一点 这好点吗 咱俩参加武术大赛 哦 武术 咱俩是两个武术家 可以 我六十啊 你六十四 你啊 家里有一闺女啊 你这是武术大赛吗 这 跟武术没关系 对 你说武术 武术大赛 我擅长青龙雁月刀 耍大刀 你擅长指甲刀 咱俩大战三百回合 你猜怎么着 那我就成馅儿了 那就 对吧 啊 这就人力不可为 是是 你猜从这儿 跑到那个墙那儿去 可以 说开始跑 我跑了二十七秒 不错 你跑了十五天 哦 嗯 你猜发生了些什么呢 那发生什么 那就是轮椅坏了 我这个 人力不可为 你包括今天在青岛演出 咱就大概看看吧 这现场 是 老师 反正五六千人今天是有的 肯定是 咱俩上这儿演出来 你不管怎么说 是 青岛咱们常来 咱们也熟 有朋友 有哥们 咱家也不趁五六千的亲戚 那倒是 咱俩也不能从北京一车一车 往这儿运观众啊 哦 咱不疯了吗 嗯 所以说这个演出 就属于是人力不可为 哦 而且让大伙真金白银的掏钱来看 啊 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医师父母 说就这个啊 让您各位破费了 谢谢 还真是 谢谢您 虽然简单 但是要用心对待 那必须 像是四门功课 叫 脱鞋上抗 怎么了 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 对 说 嘴里得干净 那是功夫 无论您坐在哪一个机脚咖栏 每一个字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里 这得练 学学学学说话学表演学方言学动作学唱都得学都很关键啊那是 你得有包袱人家听完了高兴啊这是基础我们以前有个老前辈到那个 咱比亚去演出啊 你真当真的不乐给顿了 过去了这个唱是太平歌词哦太平说像站在台上你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热个那个呢都算学哦因为人家有专业的演员啊我们是模仿但是太平歌词是说像上必须要回唱这是本门唱啊你看这有人喊着来一个来一个就来一个 好啊 他也没有什么伴奏乐器嗯啊有两块小竹子板我们叫玉子对机械耳哥打着点板对 穿什么呢 很好啊说什么都有啊嗯嗯嗯这个我只能满足前三位的要求啊是对他们刚才一直喊就白蛇传单刀 好啊好那我给你们唱一个这个劝人放啊嗯您什么脾气啊这是你让他猜着了明天他就不买票了不至于唱几句啊好 劝人放一个传统的一个节目嗯嗯天为宝盖地为持人生世上浑水的雨 父母养儿 父母养儿与帅子子孝孙先随羊羽 人生在世非容易那齐化清风肉化泥龙幼浅水遭下戏那葫芦若 平阳被拳起 得了纸的礼貌 他欢似虎 落了破的凤凰不如鸡 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 教下了朋友护身皮 十个指头伸出来 有长有短数目 朗林有高有低 在这山上石头多鱼石少 世间人多君子兮 我是劝诸位没有钱 别买看家狗有了钱 别取那活人的妻去死 三分别取高壮宁饿死 别做那反法第三条 大路挡把劲儿走去去 弯弯是不敌阎王爷 好比大鱼的汉也不论 来早与来迟 昨夜晚拖下了这 写河瓦不知道四日清晨 提不提花关 财目良人的斗 此后谁见半灵犀 空着手而来 空着手而去 纵盛下 万管家财你拿不得 趁着胸前 有口气在 吃点喝点玩点乐点 修点好 接点得 听点香声 那是转地 好 劝人方 太平歌词 对是 其实很简单 唱好了不容易 没有乐器 对干唱 后边有三百人一个乐器 你就好 三百人 就能歇会儿 这个歇不了 歇一句就听出来了 是 除了这个之外 平时你说唱个戏啊 唱个歌啊 包括小曲小调啊 这都是我们的功课 都得学吗 我是从小就喜欢这类的东西 哦 爱好 我们邻居那个 有的老大爷啊 老大妈 会唱这个 我就 老人 愿意跟人学 是吗 那会儿胡托里 有一个姚大爷 哦 有一个老头 老头姓姚 姚大爷爱唱这个 是吗 我就是天天了 还给人干活 干 干什么活 他那会儿抽汗烟 哦 卷烟叶抽 是 我给人家搓烟 把那烟丝梗子摘出去 让老头觉得我可爱 讨好 干活 姚大爷 再教我一顿吧 嗯 老头挺高兴 叼这一句 还抽 好啊 真要学 学 您教一个 这还得赶紧学 这种 到不你明儿来来吧 哎呦 今儿要弯了回去 是怎么着 教你一段 您来吧 但是啊 小孩听这个 你们听不了 怎么听不了啊 你知道 屈原吗 呦 屈原知道啊 其实不知道 哦 当时不知道 想 知道 哦 知道屈原啊 那教你一个 跟五月节 五月五有关的 民间小曲 五月五 纪念屈原的啊 哦 嗯 要对这些个英雄人物 有所了解啊 你看老头还真不错 来吧 去原的啊 嗯 去原的 你偷偷摸摸的 听着啊 嗯 五月门五月里啊 月儿照花台 胡亭门外 有人叫乖乖 原来是我的情歌来 情歌你走过来呀 啊 情歌你走过来 前门儿有人要从后门儿来 叫不你要轻轻地买 你到哪里去吃酒啊 哪里去打牌 哪里贪恋人家的女群差 倒叫小怒花在心怀 艾艾感 可怨啊 哪儿有曲怨呢 这是 这调书倒是挺好听 这教孩子有点不合适吧 这 回去学下 过两天还得检察呢 sight 还复课呢 这玩儿 我家真背啊 背完了给唱一遍 行行行行 咬大眼拿瓶啤酒 来喝 好的 叫吧 全毛病 再教你唱一个宣传这个 过去古代女英雄的 女英雄 什么 木龟英啊 梁红玉啊 黄木兰这些女英雄 这好 学会啊 来吧 这老头亏着心呢 这老头 听这个啊 不是英雄啊 我们听听英雄 好月呀 当空啊 如同伯舟啊 有姑娘们坐呀 就在青楼啊 血以浪杆两泪交流啊 我又要先从凉啊 跟着那庄家哥们儿走 怕的是 怕的是起扬 怕的是起扬贪黑 不得自由啊 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 都是女英雄 哪有女英雄 哪有女英雄 这教这玩意儿呢 我还挺高兴 爱学爱唱 过两天 腰带再教一个吧 还上瘾子 今儿教你一个 绝版的吧 绝版的 这个小群的前俩字叫十八 邻居也高兴啊 邻居还都围观呢 但是咱们不能把那个名字说出来 说出来他们有人举报 咱们受不了 不行 对对 咱们小群已经经过加工了 咱们叫十八不让不 你看很正直的 同样的一件事情 看你表达方式 就能决定他的性质 是吗 我要跟你睡觉 这就是个流氓 我跟你一块起床 这是徐志摩 这么解释 准备现在教你唱 邀居还没唱 警察叔叔来了 得 给姚大爷弄走了 叫缩饭 十五天之后才看见 哎呀 你回来了 姚大爷 姚大爷 闭嘴 怎么了 倒霉倒霉 你这孩子身上了 人有什么关系 你 你呀 你也唱不了这个 怎么呢 你嘴也不利索 怎么不利索 什么姚大爷 我姓鱼 鱼大爷 我儿子说像鱼签 没听说话 说着说着转我这来 大爷我就想找您 您有没有那个正能量的 那教点好的 有有有有 有吗 赶紧给你唱一个 唱一会儿 还得唱 有着没人 怎么了这是 听这个 赶紧唱 嗯 混沌出分 天地不开 才引出朗朗乾坤 划画世界来呀 都说是英雄造实实 苍天也不睁眼 就把这个英雄卖 恐夫子无实 昆尘才呀 江泰公不得失 坐在了钓鱼台 好可贪人生在世 几十载 还不如抽烟喝酒 把头烫起来 太扎话了 下面请您欣赏 学外语表演者 高峰 鸾云平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青岛的父老乡亲 看见大家呀 真跟见着亲人一样 对 发自内心的感谢大家 各位朋友 我们上这儿 看望您来了 谢谢 哎呀 特别的激动 是 刚才郭老师连说带唱 说了两段相声 您在这坐着 一共听了四段相声 这是一个相声的盛宴 相声的晚会 郭老师这人非常全面 能说能唱 而且还能教徒弟 对 刚才出场的 都是郭老师的徒弟 他也是 那是我老师 他是郭德纲的爱徒 郭德纲徒弟很多 120多个 爱徒有限 才114个 基本上都挺喜欢的 不喜欢能收为徒弟吗 对 他是郭老师最爱的一个徒弟 他呢 各位朋友也比较熟悉 但是也有个别的观众 不认识您 给大家呀 说一说呢 对大家的尊重 有这必要 来到青岛不容易 是 你在这给大家 做一个自我了断 我就留青岛了是吧 不是不是 自我了解 自我 自我介绍 介绍介绍 对对对 您贵姓 不敢见姓鸾 您就说白话吧 姓什么 姓鸾 姓鸾 对 要不说咱大伙听着耳声 这个姓很少 不多 他不在百家姓里头 百家姓没有姓鸾的 不不 有姓鸾的 百家姓有姓鸾的吗 当然有姓鸾的 赵前孙鸾 赵前孙李 没有你呀 你在哪呢 百家姓就四个字啊 不是 你在哪呢 在后边哪 周吴正鸾 周吴正王 逢尘楚鸾 连楚这都趴去了 江沈寒鸾 不不不 您在哪呢 后边有这么四个字 宁求 宁求鸾报 宁求鸾报 有这句吗 有 我小时候背过百家姓 你看啊 赵前孙李 周吴正王 逢尘楚位 蒋审寒阳 朱秦有许 何吕诗张 孔曹炎化 金位桃江 鸡蟹 周吁白水斗章 云苏潘葛 西饭蓬朗 鲁维昌马 苗凡花生 云园圆柳 风暴使堂 费连 陈轩雷赫 尼汤 腾 罗毕 我背过百家姓 是您都背出来了 后头好像有这么一句 肯定得有 宁求鸾报 对 哦 您就姓宁求鸾报 我外国人四个字的姓 那您是 我是宁求鸾报 里边那个报 哦 报姓 我怎么姓报 您不说姓报吗 鸾 哦 姓鸾 对 这我们就不明白了 嗯 您说百家姓 这么多姓 是 您为什么偏偏就姓鸾呢 这个他不赖我 哦 赖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不赖你也不赖我 你说赖谁啊这是 这赖我爸爸 哦 赖谁 赖我爸爸 赖谁 用你爸爸够多的 去去去 哦 赖你父亲 那为什么赖他呢 这个 这咱不明白 这也不能说赖我父 啊 为什么呢 这道理是什么呢 这是高增祖遗留 此随父姓 哦 这事叫高增祖遗留 那你应该姓高啊 还是随我姓啊 高增祖遗留 我就姓高啊 对 高增祖遗留嘛 高增祖遗留 我得姓刘 哦 姓刘 刘先生 你是折腾是吧 你不说你姓刘 姓鸾 姓鸾 对 鸾先生 您先生 鸾老师 您老师 鸾老师贵姓 姓赵 都鸾老师了还贵姓 这都是您自己说的 鸾老师肯定姓 姓鸾呢 姓鸾呢 对不对啊 一直姓鸾啊 一直姓鸾 准姓鸾 准姓鸾 就姓鸾 就姓鸾 不改了 不改了 你要是姓鸾呢 我不是东西 你是不是绕着我呀 都是你自己说的 我就姓鸾 咱别折腾了 行不行 不是折腾 您没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通过咱们一聊天啊 说那么半天 这么一交流 观众对您印象深刻 下次再见这孙先生呢 您就可以啊 我我呀 我姓鸾 鸾先生 再见鸾先生 您就认识了 是啊 姓鸾 您叫什么玩意儿啊 人有叫玩意儿的吗 那你是不是玩意儿啊 我不是玩意儿 啊 不是不是 我怎么叫不是玩意儿 咱刚说完这个姓什么 后边您叫什么 那叫名字 您叫什么呀 我叫鸾云平 鸾云平 嗯 这名字多好 怎么好 提完鸾云平 在座的五千多位 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哎呦 我给您鼓鼓掌 好 确实啊 鸾云平的相声 说的不错 嗯 这三个字呢 搁的一块也好听 啊 鸾云平嘛 鸾就是姓鸾的鸾 嗯 云就是云平的云 嘿 平就是鸾云平的平 你老折腾我 这名字也不干嘛 让大家对你印象深 他在德云社呀 很了不起 除了是相声演员之外 还有一成身份 嗯 他是 你看看 朋友们都一块 在喊齐了 他是这个 哦 哎 副总 呵 他是德云社的副总 跟我不一样 那你呢 我是德云社的父亲 您啊 您哪两个哪待会好不好 都有个副字 哎呀 您不是副字 我是 您是傻子 哎 德云社的副总 郭德纲手底下 不可或缺的一粒 重要的棋子 呵 暗插多少年了 啊 了不起 现在实话实说啊 也有点知名度 嗯 现在不叫知名度 叫流量 对 说实话 有点流量 每月三个G 啊 超了您自费 您说那手机的流量 您说的呢 咱不说这个 就是知名度 知名度很高 嗯 上台呢 观众朋友 报以热烈的掌声 是 就证明啊 观众熟悉你 哎 但是您再熟悉 也没有我熟悉 嗯 我们在舞台上 合作很多年了 对 私下里关系 也比较密切 嗯 朋友们有知道的 有不了解的 我再普及普及 您介绍介绍 我是他爸爸 的干儿子 你这人太不礼貌了 啊 我这说了一半的话 你一打断我 观众朋友误认为 我是你爸爸 没有这么认为的 后边还有半句 你这位不会缓气 我是你爸爸的干儿子 您说清楚了 对不对 对 他是我儿子 的干爹 我媳妇是他妈 啊 的干女儿 嘿 他妈是我媳妇 嗯 的干娘 干娘 你打人干嘛 骗话 为什么打人 说话不会断句 你不是不会断句 不得慢慢介绍吗 你全是那长辈 关系没说错呀 你当上朋友吧 你说 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 的干爹 对 不不 谢谢 好家伙 你是我爸干爹 您这辈儿还要往上走 你不说对吗 不不不 我管他爸爸叫干爹 对 为什么呢 我们俩人关系好 嗯 甭说我们俩人 两家关系都密切 是 对 世交啊 这种情况叫世交 世交 就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对 他爸爸跟我爸爸关系就好 嗯 我爸爸跟他爸爸关系就不错 哎 他爸爸三天看不见我爸爸 怎么样 堵着我们家门口叫我爸爸 不是不是 就是这种关系 哪种 您说的不对 哪不对 我爸爸三天要看不见你爸爸 他想念 读你们家门口叫你父亲 也可以 不是 我倒不挑 我倒不挑 叫你的父亲 的父亲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你的父亲 就是这意思 对对对 就是你的爸爸叫我的爸爸 对对 两个老头之间有交情 是 我没说错呀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叫我爸爸 哎 那你们家就不上我们家叫一叫吗 也得叫啊 互相的吗 是 与水之情吗 喝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不错 哎 他儿子跟我儿子呢相当友好 对 我儿子三天看不见他儿子 嗯 堵他们家门口叫他儿子 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儿子一喊 你就出来了 确确确 那是小哥俩的事 对 嗯 就是祖祖辈辈 都是好交情 就是关系好 啊 说实在的啊 他就是北京人 对 北京人 您要是上过初中历史的 您就有这个概念 嗯 翻开历史书 头一篇 就有他那个形象 仨字 北京人 那就是他 您说那是北京元人 就北京人 您不北京人吗 不不不 我北京人 哦 不是那原始人 北京市生人 对 现在家还在北京 还在北京 有些日子没上 您那串门去了 你看看 呃 您现在搬哪住去了 我呀 啊 在哪住呢 北京有个小区啊 啊 叫新兴小区 新兴小区 对 在那个医院后头那儿 对对对 新兴医院后头 不不 新兴小区 新兴小区 对对 您住新兴小区 对啊 哎呦 朋友们 要不聊天有好处呢 怎么说 碰上邻居了 你这不巧了吗 我也住新兴小区啊 啊 在北京新兴小区嘛 我以为我们俩就台上是搭档 还有这层缘分 你看 不是他搬那儿去 我也住新兴小区 那我在这小区里 我怎么没见过的 那很正常 哦 小区人你都认识 您出去的太早了 哦 我回来的又晚一点 咱没时间串门啊 那很有可能 对吧 是 您在新兴小区 住几号楼啊 我三号楼 几号 三号 这不巧了吗 您说这不巧了吗 我也住三号楼啊 啊 我也三号楼啊 咱俩一楼 对啊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的早啊 我回来的晚 没时间串门啊 哦 哎 您在三号楼住几零几啊 我802啊 几零几 802 您说这不巧了吗 您说这不巧了吗 我也802啊 我也住802啊 不是 那咱俩都一个屋了 我都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没时间串门啊 哦 哎 您在802 您是住的这个主卧呀 还是次卧呀 我主卧呀 这不巧了吗 朋友们您说巧不巧 我也住主卧呀 咱俩都一卧室 我都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没时间串门啊 哦 哎 您晚上睡觉 您是在床上睡呀 是那个榻榻米啊 我床上啊 这不巧了吗 这不巧了吗 我也在床上睡呀 咱俩都一床了 我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太早了 我回来的晚一点 咱没时间串门啊 哦 您晚上睡觉 铺的什么 盖的什么呀 我铺一红褥子 盖一蓝被窝呀 这不巧了吗 我也铺一红褥子 盖一蓝被窝呀 都这么怯啊 我们 咱俩一被窝 我都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没时间串门 我出去也太早了 您晚上睡觉 搂着谁睡呀 我搂我媳妇睡呀 这不巧了 这不成心捣乱吗 我也搂你 这非得说出来是怎么着 怎么了 不是 你不是 成心捣乱 不是 我问你 您在哪住啊 我呀 我 还没找着房呢 没地儿住 没找着房不行 没找着房 没找着房不行 为什么 不不 你从哪来呀 一会儿回哪儿 你得有个窝 我住网吧 网吧不行 住院了 不成 都不行 安贯寺院 车站码头 一概不行 全都不行 对 你问我们家在哪住 我们家住动物园 你跟猴住一块 动物园是那个地区的名字 那个地区 叫动物园 我就住动物园附近 动物园旁边那小区 动物小区 动物小区啊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怎么了 我也住动物小区啊 你也住动物小区 我也动物小区啊 住着吧 那儿房子挺好的 那不行啊 看猴儿看熊猫都方便 不行不行 为什么呀 你得问我呀 我得问你 对 你叫什么呀 鸾鱼 不是问这个 那问什么呀 你怎么没见过我呀 问什么 你怎么没见过我呀 我见过你呀 我每天都能看见你 那也得说没见过 哦 也得说瞎话 对 说没见过 哎 行行 你别着急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哦 您那儿住几号楼啊 哇塞 这儿我问你 你不让我问你吗 你问我你问 快问 您那儿住几号楼呢 六千号 这一小区有六千多个楼啊 咱那不大小区吗 你忘了 我 六千号 我也六千号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哦 对对对 有可能 您住这六千号楼 是几零几呢 我住那个ABC 这听个像个 山上个牌子的名字呀 什么意思啊 这ABC是个什么意思 我乐意 我网上买的ABC 我贴上 一看这个 就到我们家了 这不巧了吗 嗯 我也ABC呀 你也住ABC呀 我也住ABC呀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哦 有可能 您住这ABC 是主卧还是次卧呀 我住主要那次卧 这叫什么卧呀 中国卧呀 什么叫主要那次卧呀 咱那不是三室一厅吗 嗯 一个主卧 俩次卧 哦 我住的主要的那个次卧 我也主要那次卧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你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有可能 您是在床上睡 还是榻榻蜜上睡呢 我在床上盖一榻榻蜜 在那上睡 你这倒不怕发大水 对我垫起来 我也床上盖一榻榻蜜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对对对 您铺什么盖什么 枕什么的 我铺着一个塑料布 盖着一个凉席 枕着一个榴帘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哪巧啊 我也铺一个塑料布 对 盖一个凉席 你是不是睡反了 我一睡着了 就爱瞎折腾 我也枕一榴帘 你也在榴帘 对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餐 不得拜街坊 对对对 这就快到了 你晚上搂谁睡 我搂你媳妇睡 我也搂 这儿白费劲 怎么回事 还是搂我媳妇睡 对呀 你也说 我也搂我媳妇睡 这不是捞回一天来吗 这办办办 就证明 证明我们俩人关系近 对 你看看 都这种关系了 你想想能不近吗 确实近 关系也近 关系也好 这是我们俩的交情 说像的都得多才多艺 什么都得会点 郭老师刚才 连说带唱 第二个演员 找不到 整个中国相声界 不是我夸奖郭老师 没有第二个演员 会得这么全面 是 人家嗓子好 嘹亮 这是天生的 对 先天条件好 优秀 加上后天本人的努力 所以人唱得好 敖洋这都是这情况 我这个嗓子 天生条件不行 后天我也不能努力 所以在我这个 你后天怎么不能努力 后天我有事 咱说哪后天 就这后天 后来长大以后 嗓子不行 就没下过功夫 怎么办呢 唱这方面差一点 我经练手了 手是什么意思 练这个手快 手快干嘛 您知道吗 变魔术 戏法 我会变魔术 这个魔术 跟咱们中国这个戏法 它有区别 这分别在哪 不知道哪位 您看过中国的古彩戏法 穿着个大褂 手里头拿着一个 跟小背货似的 有一词叫袜子 对 比这手绢大一点 对 往身上这么一搭 各种东西 它都能变出来 冰盆大火 带水 带碗的 那鱼缸一变 一大落 变出大瓶子 大火苗子 那火盆 这是功夫 功夫 真功夫 今天来到青岛了 我也特别高兴 好 我给您学着 变一回中国的 古彩戏法 您爱看不爱看 可以 我临时起义 我也没带着那些个东西 咱就变出什么算什么了 一般变戏法的那些个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你看那戏法演员一出场 得有三个孙岳这么胖 身上装的都是东西 都满了 我这个你看不怕检查 什么都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袖子里边什么也没有 咱就愣变 变得出来呢 你也别高兴 变不出来呢 你也别恼火 注意咱变个试试 咱也没那东西拿这手绢了 得说很多的话 有那词 这词叫袜的 你看这个袜的面是没戏法 里上藏不住 什么都没有 没有夹带藏叶 摔不摔吧 揉不揉吧 砸不砸吧 拿过来之后 给您一种 这个违心的感觉 但是道理都是违物的 我要变好了 你也别高兴 再好的精密仪器 也有误差 也有差距 我要变不好了 您哈哈一笑 只当我呀 给您添个小笑脸 喊得一快 拿过来 什么都没有 往台板上一扑 啪 吹口大气 东西 这就来了 掌啊 开 还真成功了 掌声啊 掌声啊 哎呀 怎么样 哎 您的鞋是吧 哎哎哎哎 干嘛呀 你送给他 我这又没了 老天 我说你这够味的 哎呀 这是给大家 您 啊 增添小笑料 不是啊 不是这这叫戏法 戏法是假的 道理是真的 你这这穿着鞋变出 这叫什么能的 变出来大家哈哈一笑 嗯 有个笑料啊 也是戏法的一部分呢 嗯 为什么我刚才说练手呢 除了练这个之外啊 说像说学逗唱的唱 太平歌词 对 郭老师唱了 还有一个呢 叫鼠唱来宝 呵 鼠来宝啊 也是说学逗唱的唱 嗯 这不好唱 后来发展成快板书 对 这个我下过功夫 比较拿手 好 各位朋友有听过 有没听过的 来到青岛了 咱是全方面 给您展示展示 我再给您 唱一段快板书 哎呦 我们这德音社 要唱快板书 唱得最好的 啊 还真得是这位老师 哎呦 您这是夸奖我 哎呦 您是客气 快板书有三大派 对 王派 李派 高派 王高李嘛 哎 都不一样 嗯 把这个主板拿起来 给大家唱上一段快板书 同时呢 让你来听一听 我唱的是哪一派 好 哪一段 听着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真是不错 来 唱吧 他们照相呢 行行 你再让雷劈着 照完了 我开始唱了 你注意听这是哪段 我说的是 哪段 你还没说呢 我知道哪段 精神集中 我说的是 替头的师傅叫大老王 家住在青岛王家庄 从小学徒啊 是个理发匠 他每日里挑着个 蛋子走四行 别唱了别唱了 说这一天 别唱别唱 大老王来 别别别唱了 大老王剃头啊 这段都知道 你都唱出了大老王剃头嘛 啊对对对 这个这个不算啊 这叫热身 哦哦热身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 好好好 刚才那不算啊 那算赠送啊 不单要钱了 经这个了啊 眼花缭乱 二十一岁的小寡妇 少兴没神 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 或者过了门子 范白群 死了那个鸾云瓶 过了门子 别唱奔奔 一大段 证词是死了那个当家人 当家人就是鸾云瓶 这段叫小寡妇上坟 这段你都知道 我知道 我不给你留面子了啊 不必 我可不留情面了 好啊 一个李派 一个王派 我可都展示了 还剩一哪个派 还剩一高派 还剩一高派 高派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这你就不知道 好啊 我最新挖掘整理 出来的一段 高派 听这个啊 这段你就不知道 这个同仁堂啊 那开的本是老药铺 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 药王爷就在当中住 石的名医 列着两旁 先拜这个药王 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 这个药王爷 他是本姓孙 他是骑龙跨湖手拈针 那科的先生孙思淼 外科的先生话多高啊 这个孙思淼一道高 三十二岁 宝当朝啊 正宫国母啊 得了病 这个走县号 末治好了 这个一针治好了 娘娘的病 她两针治好 龙一条 万岁一见 龙心喜 亲身选 她再当朝啊 封她的文官 她不要 封她的武将 她不投摇 万般给她出在了无忌奈 亲自一见大黄袍 在一旁怒挠哪一个 怒挠了 竟得老英豪 那个微臣我 东挡西沙 南征北战 跨马 轮边功劳大 我主万岁 你瞧不着 就凭那小姐的先生 开了个药方 治好了 娘娘的病啊 我主就此大黄袍 革之为民 臣我不要 黄袍的事情 我不饶啊 她说着脑来倒着怒 这个手提钢鞭赶黄袍 这个药王爷 妙法高 脱去了黄袍 换红袍 这个黄袍供得了 药王搞黎民百姓 才把香烧 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 您老这个兰桂三尺三寸三分高 这个一边供这个亚药碾 他一边摆着这个炸药刀炸药刀 两汤汤啊 各种草药 泥了仙肠 先炸这个牛黄和狗宝 后炸槟榔与社香 乳香末月是姐俩 被母冰片有大黄 头人搂着杏仁睡 二人躺在沉香床 睡着三更 九半夜 胆大的木贼一跳进墙 盗走了水银五十两啊 金毛狗干叫汪汪有丁香 他给陆容去送信 人身这才做了大堂 佛手抄起 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 他的这个陈皮流鲜血 鲜血甩在了木瓜上 大苏丸小苏丸 旁的海地流圆 狗屁高又贴上寒 我有心接着腰名往下唱 唱到了明天唱不完啊 这就是同仁堂 一个小段我祝大家 身体健康 福寿双全 谢谢 行行行了 谢谢 行了 他都听傻了 终于有一段他不会的了 谁谁听傻了 你 你不会 谁不是同仁堂吗 哟 听出来了 那又听说 你头一句就是同仁堂开老药铺啊 那你怎么不拦着点我呀 我累死你就算完了 哎呦 我说他孙子他平常还不爱听呢 就是什么 哪有这样 哦 他听出来了 他不见 他非得我把这唱完了 哪有这样的 这段鱼签都唱臭了知道不知道 那是网上放臭了 他一共唱过一次他就 哎 咱就说呀 传统文化 嗯嗯 通过我们俩刚才啊 较量啊 或者说什么的 那都是没用 对 展示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目的 哎是 说像是说学都唱 郭老师唱的太平歌词 嗯 还有这个鼠来宝 这都属于唱 对 刚才陶阳老师给大伙展示那些个 那属于学 学 哎 说像是他除了能学地方戏 地方方言之外 还能得学点别的 啊 光这个地方方言 不够像是演员掌握的 什么意思 你看看 九月份开始啊 郭老师带队上海外演出去 啊 九月中旬 你到了外国 你说我会说天津话 会说青岛话 没用 对 到外国人听不懂 那得说外国话 对 到外国就得说外语 对 嗯 你马上也要出口了 对吧 出口 我不是出口 我转内销的 马上你要出什么 出国了 出国 嗯 你会说外语吗 不行 对吧 你也得学点外语 嗯 到了国外啊 好交流 啊 还来得及 还有一个多月 是 你没事学学 学外国话 学学外语 我找不着合适的老师啊 我呀 哼 我 你会说外语 不会说能教给你吗 啊 我教你说外语 哎 那您会说哪国话呢 你算我徒弟吧 啊 咱在这个舞台上举行一个小小的拜师仪式 哪跟哪 你在这舞台上你给我磕仨头你就算我徒弟了 我去去去去去 啊 给我磕仨头 我想话 来来来磕头磕头 哎 观众朋友掌声让他给我磕头 磕头 你算我徒弟 我有师父 啊 那郭老师我师父 我不嫌弃 不是他嫌弃我还有别的师父 不能拜我为师 不能不能不能 太遗憾了 那你光磕头吧 那倒行 我有毛病是吧 不是磕仨头啊 我算你干爹 然后呢 我算你干爹 还又急了 又急了 我教你外语 我还算你干儿子 不 不 你都会哪国话 我就好像拜干爹 哪国话都会说 都会说 你学哪的 我就会哪的 是啊 对 那你哪个话拿手一点呢 英语啊 英语 英语比较通用 大伙都熟悉 嗯 你学过英语吗 没有 没学过 上课的时候 没人真听讲 一点都不会 一点都不会 那就好办了 嗯 你要骗我对吧 不是 你要不会呢 我教基础的内容 比较简单 行 啊 学英语呢 就这么几个步骤 嗯 第一步是字母 字母 第二步是单词 啊 第三步是音标 哦 然后是语法 啊 句型 对话 就可以了 嗯 啊 就很简单 第一步字母 学英语 首先要学好22个字母 在这基础上呢 行行 您掉第四个 什么呀 26字母吧 我说多少 22 对反正不到30嘛 是吧 我22个字母先学完喽 然后再学四个字母 嗯 就是嘛 这个字母行吗 字母 字母 嗯 字母还没问题的吧 这阿波斯多都可以哈 那是英语吗呢 还得站格呢 给你个五线谱 你能写对了吗 五线谱 就是那个谱啊 那不是音乐 我叫五线 就格的那个 能写对了吗 没问题啊 字母呢 咱就pass了啊 嗯 跳过了啊 然后就是单词 单词 单词得下功夫 是 大量的积累单词 嗯 不能拿着字典 天天的出功不出力 天天的abandon 那不行 所有字典 第一个词 基本都是abandon 这词就不好 天天让你放弃 是吧 你得下功夫 嗯 每天背30 背50 还不能忘 你单词掌握量怎么样 太少了 我考考你 嗯 别紧张啊 我说中文 你给我翻译成英文单词啊 咱咱聊聊 苹果 apple 行 可以 这就有点基础 有点基础 香蕉 banana 行 你看看 这不可以吗 别自卑啊 别自杀啊 啊 我什么时候有这计划啊 橘子 orange 你看 这都会这么多词呢 这不啊 哎呀 桃 不会了 不会了 第一课 告诉你啊 桃叫 郭德纲的脑袋 什么乱七八糟 咱别糊涂我啊 让你放松 不不不 让你放松 桃啊 英文发音 桃叫 吃屁 peach peach 老师你到底想吃什么 想吃 吃桃啊 桃 英文竟是倒装 弄不好就装反了 桃叫 peach peach 哎 行 学得很轻松 冰箱 不行 这不是水果 我用你告诉我 我怕你在那水果范围里找 冰箱属于电器 这边 我告诉你啊 冰箱叫 freege please read after me freege oh please read after me freege 这老师有两下子 don't worry freege follow me freege take it easy freege louder please 行了行了行了 老师 你刚才说这个 哪个是冰箱来着 太废物了 这人太笨了 还没猴震机灵的 你哪的事 说半天了 freege freege 你怎么回事啊 freege 啊 剩下词不是启发你呢 你别别别 你是起哄了 你开始 freege freege 哎 行 这不是很好吗 头 peach 哎 冰箱 freege 对冰箱freege 冰箱还有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对同一词嘛 八开门的 谁家冰箱是八开门 这不太平间吗 这人呢 刚出来三天就想家了 你看 我这解冻了 太平间干什么呀 八开门多功能的呀 现在冰箱不正十字开门的吗 打开之后里边还有小门呢 嗯 八开门不新鲜 就是也是冰箱的意思 另外一个词叫 refrigerator 嗯 please read up to me refrigerator 他一听就是八开门的 嗯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重音不太好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行 这就可以 行 哎 为什么说这词呢 这词有点代表性 嗯 它能反映英式英语 和美式英语的区别 哦 它不一样 这还有分别吗 哎 刚才教你这是美音 嗯 美式发音 比较轻松 refrigerator 比较轻松 嗯 英音说出来呢 声音靠后 是 哎 比较有绅士风度 英国人说这个词这么说 叫 refrigerator 声音靠后 哦 您别是教授吧 他们也有这么叫的 哦 能听出区别来吗 区别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嘿 what's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refrigerator and refrigerator 不一样 哦 您外国话这么好 您何必跟我们这儿 说相捣乱呢 哎呦 我就是福音呢 啊 教你们来了 啊 我感觉捣乱来了 捣乱干嘛呀 你看看 这个英文啊 说出来 英国英语 有意思 哎 那您来点成片呢 穿着西服 啊 戴着草帽 拿那个 西服草帽 也有那种礼貌型的草帽啊 啊 啊 拔着马草帽 一讲话 非常有派头的 嗯嗯 英英啊 hello hello everybod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the 乡亲们 my name is mary 行行您和着吧 嗯 乡亲们什么意思 傻了 学傻了 乡亲们都不懂 乡亲们呢 就是跟我 原来是一个村的 后来呢 我呀 就到咱们青岛市啊 行了行 行了 是吧 你不问乡亲们什么意思吗 我说你这外国话里边怎么有一乡亲们 哦 你那个意思 为什么这个英语当中有一中国词 乡亲们 这怎么解释 知道怎么回事吗 说出来 说错了 说错了 行吗 你掐死我 不行 说错了嘛 有错就改 哎 说错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 先生们 好 lady 四个字母 lady 女士 复数就把外去掉变成 i e s 就是一帮老娘们 什么是一帮老娘们 ladies 女士优先嘛 lady first 叫女士优先 嗯 很多女同志 搁一块 ladies 可以 对吗 这英语还真不错 哎 专门专业 我专业 专业 什么叫专业 外语是我的专业 哦 哎 别的语种我也行 还会哪儿的话 还会哪儿 哪儿的话都会啊 是啊 日语 日语也会吗 能说吗 这还怎么不能说呢 日语跟英语不一样 英语是字母 嗯 abcdefg 日语是假名 对 都是假名 我给您拒一宫 哟 离磕头就不远了 好呀 真是心服口服 哎 当然 日语啊 说出来 其实它都是 我先教你单词吧 哦 日语 比如说我 我叫 atashi 你叫 anata 我们叫 wariwari 就学仨词了 哦 atashi anata 我 atashi 你 anata atashi anata 我和你 嗯 我和你 在一起 we are family 老师怎么又改音乐课了 咱们音乐也是外语啊 咱们日语吧 我已经教到你 哦 日语 对对对 啊 这也是英文歌啊 哦 也是外语啊 哎 这个老师 atashi anata 我和你 您日语跟人 对过话吗 对话 啊 对话呢 经常的呀 哦 比如说见着朋友问好了 叫ohayou 问好 嗯 再客气点 ohayou gozaimasu hajimei machi de どう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这不问好吗 哦 初次见面 多多关照 是是 这不这个是问话吗 好 那一回吗 那一回吗 在北京的时候 早晨七点多 我就下楼了 我家楼下有一个早点铺 早点铺我就进去了 你猜我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吃早点去了 嗨 跟傻子一样 早点铺我能干嘛 我听相声去 我可不吃早点去嘛 你问我干嘛也不 这不给你发言的机会吗 你吃早点去了 多好啊 你猜我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怎么弄你 你说你这 给你机会发现 我又都活不了 再来一回啊 那天我上我们家楼下 有个青岛体育馆 我就进去了 你猜我干嘛去了 吃早点去了 体育馆吃早点 哎呀 咱您老老是吃早点吧 吃早点我怕不说不够嘛 吃早点去了 我在那正吃着呢 打外边进了几个人 我看那意思 那个情况啊 没吃过咱们这的早点 什么特殊早点 哎我看他那意思 好像是有点像外国人 日本人的感觉 吃什么吃那油条 油条 油条啊 这很简单啊 大家都见过 两根粘在一块炸 算一根 对 人家买一大堆 不会吃 我一看别让人为难呢 国际有人 咱得出去跟人对话呀 我就冲他们一点头 日本人一听 よし 解决问题 你看看 你给人说的什么呀 就把这油条啊 分明白咯 告诉他们怎么吃 他们不知道 是直接咬啊 是撕开吃啊 还是吃一闲闲拜拜 他们不懂 不懂 没有吃油条之间还拜拜 不懂 我一交给他就懂了 咱们怎么都给人分呢 先打招呼啊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はじ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にんないわねたなさ たなさわねないいか 他们就不就听懂了 不是 你又说一遍 你听不懂 我这怎么给人分呢 我们听听 头里打招呼 从略了啊 后边分油条啊 把他那个油条 那个盘子端过来 把袖子一卷 冲着他们几个人 你拿一 我拿俩 他拿三 他拿三 我拿俩 你拿一个 刚是这么分的吗 就是这内容啊 您说我听听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はじ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にんないわねらたなさ たなさわねらにないか 日本人一听 よし 你这个日本话说的还真好啊 这是日本人吗 是日本人 他们说从那个东营来的 废话呢 爸爸那不是日本人 哪的东营 那是中国人 反正我看那个意思 他们也会外语 后来我们还成为朋友了 外语主要为了应用 你得跟人说能交流 我要是学学呢 你学也可以啊 德语你会说吗 德语 德语会 是吗 德语会几句吧 德语是吧 会几句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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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问这个吧 你比如说帽子怎么说 德语的帽子 注意发音 你会德语吗 我不会 行啊 注意听着 他老问我先会不会 你要会我就别教了 你要考我 承训考我 我不敢 帽子叫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电着了 没有 不对 你这发音不对 德语 你先记着啊 行行行 那比如这 眼镜 眼镜 德语的眼镜叫 比斯上 比斯上 这坐着是不是有德国人呢 人都懂德语啊 德语 蛋可蛋可蛋可 这鞋呢 鞋德语啊 鞋叫 鞋叫 挨着挖子 挨着挖子 吃点什么你会说吗 还有呢 看您吃什么 你看我这人嘛 最爱吃的就是栗子 哦你喜欢吃栗子 对 这个富如皆知 是啊 吃栗子这德语 栗子叫 包里皮吃 包里皮吃 哦要吃这个 樱桃呢 樱桃叫 吐了祸吃 橘子 橘子包里皮 吐了祸吃 他问的都挺有代表性的 挺好 是吧 这人物性很强 哦 我再问问您 还有什么 棒子面粥怎么说呀 德国没有 对吧 你得按规矩问 你胡问不行啊 德国得有这东西 我能说呀 你把子肉怎么说 德国没有啊 就咱们山东有啊 德国没有 你说这德国没有 德国有 德国没有 我给带过去的 你问的什么呀 棒子面粥 哪没老玉米啊 那人家不查粥啊 人家 喝 棒子面粥啊 棒子面粥 棒子面粥这德语不好说 它是这个 我得问清楚了 它是刚熬的呀 还是搁了两天的 发音不一样 你有这么惊意求惊吗 它发音不一样 哦 就刚熬的 刚熬一关火 冒热气那个 对 德语 棒子面粥啊 这么说啊 叫 糖醉 糖醉 老师咱们 总复习一下吧 没说过要复习啊 这刚才那套 我想再巩固巩固 你复习呢 谁记得住啊 什么 不是我记不住 你问的什么呀 我记得住啊 哦 从那个桃吧 桃怎么说呀 屁是 不是这儿 德语 那个更有用 学德语 德语 德语 复习德语 行 帽子 帽子德语叫 跟刚才说的一样 再说一遍 你慢点说 你根本没慢呢 没慢吗 再慢那个 德国人就不懂了 脑袋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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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哦 要竹竿挑着点雨伞 对 呵 举一反三 雨伞就叫竹竿挑着 眼镜 眼镜叫鼻子上面 嗯 鼻子上面 鼻子上面 对 那鼻子下边是口罩啊 你这个人哪 你没有学问 瞎发挥口罩叫鼻子外边 白戴好几年口罩 对 对 你戴鼻子下边 你俩持琴的过来了 哎哎哎 戴好点 戴好点 还得戴鼻子外边口罩 鼻子下边是假牙 鞋 鞋叫挨着袜子 老师您说的太清楚了 挨着袜子 挨着袜子 对 哦 那要是袜子呢 挨着鞋 鞋 对 可行 他也会德语 好好好 他也会德语 栗子 栗子包了皮吃 樱桃 涂了糊吃 橘子 包了皮涂了糊吃 行啊你 棒的面粥 刚熬的吗 刚熬的 糖醉 刚熬的可不烫嘴吗 烫嘴 要放一天的呢 热热 你别跟我这儿穷对付了 行不行 我怎么对付呢 你这德语 都说我们话 一句没有啊你 一句没有 这德语我有 说完你记不住 德语太难了 刚我说那个蛋克 就是德语 德语 别的话还会说吗 会啊 说的最拿手的 说的比较流利 拿过来就说 而且不打磕巴的 哪国话 中国话 对 那你中国人可不中国话吗 那不打磕巴啊 对不对 外国话 我那个 那个 华国话说的比较好 华国话 你 你先列列中国话了 中国话怎么 那法国话 法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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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 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 非让我说简称 嘴里有头发这位 我去过法国 法国首都巴西 巴 我在那儿 出去 人家出去干嘛 巴西想话 巴西我也去过 巴黎 巴黎岛 没有这岛 巴黎 巴黎 首都巴黎 巴黎是中文发音 是法语发音叫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各位有去过的 有个标志性的建筑 那个塔 对 大雁塔 大雁塔 我在那儿啊 大雁塔在西安 这个剧场不让西安 法国的塔叫什么塔 法国那个塔 比大雁塔还有名 对 叫 埃及金字塔 好 对吗 不对 不对 叫埃 埃费尔 埃费尔 弹塔 埃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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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费塔 对 那个铁塔非常有名 我在巴黎时候 就住在铁塔区 我住铁塔区 有这区啊 有啊 还有铁塔区 头回厅 你没文化 刚才说那个大雁塔 你拿高德一查 西安市雁塔区 雁塔区 对不对 同理可证啊 巴黎那铁塔 就在铁塔区 铁塔区 我就住那铁塔区 原来我住巴黎圣母院 住母院区 后来房租涨了 我搬铁塔区 你应该住在母猪区里 我不愿意跟你当邻居 我在那儿住 后来我回国之后啊 我就回忆那儿的生活 写了一个小品文 法语写的 叫巴黎的早晨 那儿生活的点点滴滴 说英文叫 The morning in Paris 就是巴黎的早晨 我法语写的 那你在这儿 给我们背诵背诵的 背诵我这个法文的小短片 好 可以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您哪位懂法语 如果说我背的过程当中 哪个语法呀 修辞啊 或者不太妥贴的地方 希望您各位懂法语的朋友 希望您千万别管 你词这不让人管 我开始了啊 通常说个不毛 你还请我保护法语 What do you mean baby hella do be something you to buy 4位很毛的 托上拿了瓶子汗去 四一买的瓶 我进行 三上不来 You to travel 我到去 完了啊 完了啊 谢谢 很短很短 你这法语说出来怎么跟 你哪跑电了是 不是这意思 就是法语 因为你听不懂 我学法语 学法语 对 啊 我再慢点给你说 你就听懂了 来来吧 投一句啊 嗯 朋友们 如果你不忙你 老师这朋友们我都听出来了 朋友们如果你不忙你 朋友们如果你不忙你 哎 后边不忙是法语 二句 还是听我把话发 还是听我把话发 哎 发话用法语 那法语咱听听吧 关键单词 我是每天干嘛 哎呦 听出来了 我是每天必须喝了毒 你慢点 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 对 你喝老豆腐再骗日本人油条去 对 后边 烧饼油条白 烧饼油条我听出来了 这白 在那摆着 摆着 烧饼油条白 后边 服务也很忙 什么 服务也很忙 再慢着说 服务也很忙 服务员是很忙的 服务员是很忙的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汗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汗 对 喊什么 这是谁买的饼 这是谁买的饼 我就是我 撒烧饼俩油条 最后一句吃完了 排碗都拿去吧 连着是法语啊 跟法语一样 来一来 法语如果不忙 你还是听我报告 服务员是很忙的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汗 这谁买的饼 我就是我 撒烧饼俩油条吃完排碗都拿去 对 dispos计厌 biom کے 能讯进入